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韩国语听起来是三只脚章鱼 因为韩国语的细脚和三只脚同音 因此很多韩国人认为细脚章鱼的脚只有三只 在韩国细脚章鱼这个名字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叫起的 因小脚而漂亮也被叫做花章鱼 是木谱的特产之一 木谱细脚章鱼的肉质嚼劲十足 它与其他地区产的不一样 要把所有的胳膊伸进泥潭章鱼洞 才能抓到这美味的细脚章鱼 只有在泥潭抓到的细脚章鱼 不仅肉质鲜美而且还扩盘牛黄酸 祖胺等胺基酸以及加速钙质分解与吸收的好的板骨唇 因此是可以帮助恢复疲劳及滋养的保健食品 细脚章鱼可以生吃炒着吃烤着吃还可以做汤喝 生吃细脚章鱼的方法如下 第一 用筷子夹章鱼的脖子 第二 用手把章鱼的八只爪理直 第三 将爪卷到筷子上 第四 沾上麻油酱再从头放进嘴里 春天是细脚章鱼产暖的时期 因此冬天的肉质最肥厚 做出来的软泡汤 烤章鱼 炒章鱼 章鱼炒饭等更加美味 丁若泉在《雌山鱼谱》中写道 如给营养不足而起不来的牛 吃三只章鱼 必定起身活蹦乱跳 这就是章鱼的效用 综医宝剑也记载 净贫甜 无毒 因此章鱼可以说是海里的宝物 细脚章鱼 卡路里低 脂肪少 适宜减肥 帮助降低胆固醇等 是对身体非常好的海产 欢迎大家来目捕一尝这天下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